来吧我们干点正事吧 除了体操柔术之外 你还有什么爱好吗 我是音响发烧友 哦 拆斎是吧 那个可浪费钱了 你知了吗 据说是 据说是插线板跟电线都有专用的 那当然了 刚才那个棍儿一样是吗 那您是音响养着棍儿 还是棍儿养着音响呢 拿棍儿支着音响 把咱们的音响看住了 对 别让你拿走 来问一下安东啊 这个发烧到什么情况了 就着了 第一个是 所有的器材 我都自己会动手给它改变 改装 都拆一遍 这太厉害了 你这顶级发烧友了 那能装上去吗 够呛 不是吗 这所有的板牌啊 我来自己给它做成音箱 然后再选择这种那个喇叭 装进去 分明器来自己设计 怎么说您是批发烧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对你很好奇啊 像这个我看这个 肌肉猛男啊 锻炼身体 这平时吃的是不是特别好 这个完全是训练和饮食相结合的 我们努力吧 尽量少吃点肉 少吃点主食 锻炼锻炼身体 对身体有好处 那您说反了 哦 是吗 哦 你有什么秘诀给我们透露一下 因为是 如果你吃素 反倒可能容易发胖 这一回我倒想起来了 我前年在上海拍 拍电影《三孝》 我碰到洪金宝 跟我说 他说我教你一个减肥的方法 三天吃素 只吃素 三天之后 第二个三天只吃肉 然后再往后三天 就是三天素 三天肉 这么倒着走 人就会特别标志 我说你试过吗 他说我两年多了 我一看他的肚子都这么大 这个今天很开心 安东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聊也聊了 玩也玩了 认识你特别的高兴 谢谢 这个在你走之前 我想问一下 那杆多少钱做 谢谢安东 谢谢小灵